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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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大神宮緊急疏散住戶集合點名 十八號下午發生地震 台北市腰晃明顯 將長安東路老舊大樓正道傾斜 我們家人在車上 所以車子晃的這樣子是上下左右晃 應該是說左右晃 剛好我們車子是停駛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覺得說 可能擔心兩邊的建築物 會不會有什麼狀況這樣子 這一次搖的是真的比較不一樣 就覺得很可怕 就是平常搖是覺得搖 但是今天真的很可怕 不是有洞一聲 可是那個我們以為是 我們辦公室什麼東西掉下來 洞一聲不是掉了東西 而是隔壁樓歪了 透過動畫模擬還原 長安東路二段下午1點01分明顯晃動 接著第三層牆壁出現裂痕 大樓上半部向左邊傾斜 七樓以上更是完全緊貼在隔壁洞牆面 緊急撤離上百位辦公人員 林洞的那個建築那個線是有 扁桑是有裂開的 我在想說假如沒有81號 這比它更高的建築物在那邊的話 給樓層的建築道可能就被它壓垮 要走過去真的很危險嗎 遠景拉起封鎖線擴大管制區域 其樓下散落破碎石塊 還有住戶是坐著輪椅被推出來 儘管暫時撐住但就怕余震再來 921就出來就碰在一起了 那從12樓這一次的窯又更放在 更靠在我們這邊了 一直都會覺得我們很困擾的事情 同樣在台北市信義路四段這棟12層樓建築 也有傾斜狀況 經銷立刻疏散32位民眾 住戶驚恐誰也沒想到這一陣 竟把大樓給震歪了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